怪來台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喂你好 李先生你好 洪一兄及現場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一個高中老師 那我曾經參加過你們所講的 青年活動夏令營 我帶我們學校的學生去參加這樣的活動 那我來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實際上我們的學生不是那麼容易受到控制的 因為到了那裡之後 吃跟住的部分並不是很理想 台灣的學生養尊處優慣了 所以說其實去那裡之後 他們發現更愛台灣 不過我們有行前教育 頭頂的共產黨的天 腳踏著共產黨的地 所以說我們的學生都還算滿天花的 只是回來以後 他們更堅決要當台灣人 絕對不當中國人 所以那個是個反統戰 大家不用擔心 第二個我希望說 你們可以向大家宣導一下 請各位觀眾用心去拉票 即使你的總統要投馬英九 拜託請投我們的入聯裡票 因為我們的入聯公投一定要通過 這是台灣人的希望 再過來第三個 如果在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跟我有同樣的想法 你也是個老師的話 那麼請你用台灣新民族主義的精神 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不管是荷蘭人 鄭成功 清朝 日本及國民黨 他來台灣的50年的威權統治 其實都是屬於外來政權 台灣人的政權是從總統直選開始 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始要確立 我們下一代的新民族主義 所以誰做得好 我覺得今天即使日本人做得比國民黨好 跟民族主義無關 那是你國民黨不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定要從往下紮根 如果我們的下一代不清楚不了解 那是台灣教育的悲哀 我很深層的呼籲全國的老師 請你重視我們台灣的新民族主義 謝謝大家 好 李老師謝謝你講得非常好 所以我一直說有台灣民族 台灣民族 我們不是中華民族